中共建立的国家是个榨取性的制度,那这种制度榨取自然资源 榨取社会资源 榨取人力资源,无所不用其极,等你把这些资源全部消耗尽了,那增长就到头了 第2个,中共在政治上的专制决定了他在经济上的失败 就算中共放弃计划体制,实行市场经济,在专制体制下,市场经济最终会走向什么 国企垄断和市场扭曲,国企垄断必然导致市场扭曲 市场扭曲必然导致市场失效 市场失效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破产 你把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往上追,全部都是政治问题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你了解这些情况之后,有两个问题 就很容易得出答案,第一个美国是不是走向衰弱 第二个,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 irit注明是中国 game机知人物的担任 剧造时计划体制,敢厂美国